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阳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讲说 这一波的控盘者的思维 它非常的精确 控盘的角度非常的精准 控盘者的头脑非常的清楚 这个我常常讲 那今天也是一样 在你看到礼拜二的盘面当中 它把这个 你认为不起眼的9472 它把它收过去了 收盘收在 949 收盘收过了 你认为不重要的9472 该支撑有支撑 该封闭有封闭 该重压剩下的是 您的功课了 该重压的个股 我等一下就会谈到 它的条件 它的时机 也是越来越成熟的 好 我们有一档 想要去重压的个股 现在只是基本持股 但是加码的时间点 也越来越成熟 这个有一个背后的 一个基本的因素 它是有原因的 我等一下会谈到 所以我说这个控盘者 这么精准的一个控盘当中 你会发现说 它连 为什么我说9472 这个收过去很重要 它连这个地方的震荡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 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小小的缺口没有收过去 所以它产生了一些震荡 比较大的震荡 这个连 它连这样子的一个震荡角度 它都不要让它发生 这是控盘者的思维 因为基本上大的筹码 它没有出 所以筹码 真正大的筹码 也还没有在散户的手里面 所以我要讲的是 它表示说 收过了9472 今天收到9499 代表说 它并没有一个波段的震荡 没有波段的一个下跌 但是量缩 它顶多是整理 这个有什么重要的 这个一个小小的地方 牵涉到投资人的态度 跟你未来的财富 态度很重要 包括电视机前有很多高手 这个股市的高手 也有人会自己觉得说 大盘没有什么 反正我的股票会涨就好了 但是这个态度会害了您 不管你赚了多少钱 你只要这种态度一发生的时候 你很容易在一个 你不注意的地方未来不是现在 你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赚了多少钱也没有用 我讲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态度每一个习惯 股票市场到最后不外乎 就是态度跟习惯的问题 你的态度好 你的习惯对 你自然是累积财富 要不然就是风险 我们等一下先谈一下 这个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报纸上今天你都看过 但是我认为更有趣的 不是你报纸上看到的机械人 这个题材 而是这每一档股票的走法 都很类似 那我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谈 我们今天的小标股7 印度的教育市场 印度的教育 远端教学的市场 到底有多大 小标股5 涨停板锁起来 小标股6 涨停板锁起来 这个我不会花太多时间 因为讲涨停板不重要 是涨停板的背后 你用什么方法 每天都可以准备新的个股 所以现在态度是各位 取决在各位投资朋友 目前的行情 就算整理 它仍然有一些个别股的机会 会不断地出现 甚至于会出现 你可以去重压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部分 我先谈今天报纸 你看到的 就是延华要跟上营 邀请人保跟合硕 而且希望红海也能够参加 他们这个机械人的 未来的研发跟生产 可是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各位仔细去看 这是2395的延华 延华一路上 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 不知不觉来到250块了 255.5 从100块以下看到200块 200块到255 这个是很标准的一个财务操作 股本57亿 我曾经跟他谈过 涨一倍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他100块到200块花了两年的时间 可是他的走势 是这样的一个走法 这个过去 20年前叫做炒作了 那现在我们不用这个名词 现在用的是一个股价维护 或者是以前我跟上市公司 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用股价维护 这是标准的股价维护 一个上市公司怎么样去维护他的股价 或者是说一般外资讲的财务操作 然后你今天报纸看到说 要去做机械人的这些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很像 2049的上营 其实前面已经涨了一段 前面从也是涨到300多块 最近这一段的走势也还不错 然后你再看到 我昨天刚有谈到的2324的人保 人保最近的走势 其实跟大盘也不一样 这我昨天刚谈过 今天报纸就说要邀请他 去做机械人这个产业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刚好谈到的 4938的合作也是一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今天报纸写的这些公司 包括鸿海 鸿海最近也是一样 这个是标准的财务运作 900亿 要跟外资拿900亿 所以这些个股在报纸 今天写机械人这个题材的背后 各位我等一下谈到的 包括我从昨天谈到现在 就是这些集团当中 他们怎么去维护他们的股价 这个是比较文雅的说法 或者是怎么样去让他们的股价 垫高 或者是说他们很善于财务操作 所以这是刚好早上你看到的 每一档股票的走势 为什么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背后有人教 跟我去年在谈说中部概念 很多中部的个股 从美律开始 美律后来衍生出很多中部地区的上市 上柜公司 也是大涨一段 包括我们曾经超过的成泰 成泰也是中部的公司 刚刚你看到的上银 都是这个背后有高人在交 怎么去做股价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了解主力的行为 我们也不用自以为清高 就是说我就是什么分析 我很会分析 你所有分析的背后 就是要去了解市场的行为 你做生意也好 你在家里自己开公司做生意 做个小生意也好 你仍然要了解市场的行为 只是我们在股票市场当中 谈的是主力的行为 所以主力的行为里面 我再举两个例子 这个两个股票你都不要抄 一个是爱滋味 爱滋味昨天的走势 放大给大家看 爱滋味昨天是这样子的走法 这是昨天的爱滋味 今天打下去拉起来 放量 昨天两万多张的一个量 这个爱滋味代表什么 你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用我们的方法 去检视它有没有短线的条件 有没有中线的条件 可是另外一个要去谈的是 它是奈史集团 建湖山 早期是亲国民党的 但是用融资 它从三月份到现在 用了很多融资 这标准不是散户的融资 散户怎么会用这么多融资 好几万张的融资 去买爱滋味呢 所以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但是一旦用到融资的时候 证券商的融资 这个财务的操作 就没有像刚才前面谈到的那么强 再来一个 2841的台开 好乐敌 现在换谁不管 反正背后就是资产 资产又跟什么有关系 所以它昨天也是拉一根红棒上来 这些阻力的行为当中 我每天都会帮大家去看 因为我是越看越好玩了 我是觉得说 市场上真的很多人 他利用工具 股票上市上跪 是他们的工具 也是我们的工具 只是你是被利用 还是去利用它而已 那就有投资朋友问到 这股票好像很强 3019的哑光 对啊 有量又强 那你要不要去操作它 所谓操作就是进或出 我只是用结论 因为你讲太多 不如简单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朋友也好 简单的能够了解 你如果要去看哑光 它只有一个事情 它只能靠滚亮 不能亮缩 它只要亮缩就回 亮缩就回 亮缩就回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不管你怎么做 它不能亮缩 它只能滚亮 就这样子就好了 你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它 你就这样去看就好了 所以我给大家的答复 简单明了 你可以实际去看判断的 那有些东西很简单 比如说 红达店 四天前 上个礼拜四了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四的时候节目当中 你把节目带再调出来看 当天我跟他谈红达店 怎么谈的 这个红达店不强对不对 可是当时盘中有一个简单的现象 这个也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会的 礼拜四 这是礼拜三 上个礼拜 礼拜三 礼拜三你可以看到的红达店 大盘压回的时候 大盘从95 9563 9500点以上 当天第一天在压回的时候 其实 它盘中的这两个点 都比当天的大盘要强 所以从五天前这个地方 这里 134块半 到今天的143块半 这个中间大概是 也是涨了 至少这几天当中 你不用把它杀在这个地方 你红达店你已经够让你担心了 你已经很担心了 可是 上个礼拜三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杀掉 因为没有人提醒你 就差一个人提醒你说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自己要看到而已 这礼拜三到现在的红达店 不管大盘怎么压回 它都往上 礼拜三你就可以看到红达店 TPK礼拜五跟它谈 礼拜五那个点 就是一个红色的圈圈嘛 上来这个位置你自己要注意调节 下来才会有买点 好所以3673的FTPK 你现在回头去看 礼拜五 礼拜五是不是刚好在低点 就这一波下来的低点 礼拜一礼拜二 今天还往上涨 今天的走势还不弱 今天的FTPK还差一点拉到涨停板 三天前的礼拜五 昨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三天前 你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看法 知道说礼拜五这个点 你要先注意 它是一个红色的圈圈 这个蓝色的圈圈 我会提醒大家 再来才会有另外一个买点 所以这是每一个股票当中 你都可以有自己简单的一个 简易的一个判断方式 那我每天讲 我每天讲什么 我每天讲说会员分析附录 是我每天很用心写给我们投资朋友的一个 你说讲义也好 你说一个传承的工作也好 你用心去看 这个就是态度的问题 回到一开始谈到的 一个小小的点 一个小小每天你可以用20分钟 去看完的一个东西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决定你接下来 也许是5年10年20年 你在股票市场当中 你到最后到底得到什么 这个态度也很重要 不要每天只要听名牌 名牌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学会方法就是名牌 请问昨天有谁请你记下来 我昨天还请你记下来 56块这个地方的华雅科 昨天之前的华雅科有很强吗 昨天之前 昨天之前应该严格讲 礼拜五 礼拜五的华雅科有很强吗 礼拜五之前的华雅科没有很强 可是他今天超强 他今天差一档涨停板 可是你回头想一下 礼拜五之前 这个华雅科有很强吗 可是我为什么昨天请你记下来 昨天压回来这56块3这个地方 56块多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注意他 今天他就差一点涨停板 这是价值 这个还是价值 这个才是你每天去看 你每天去看的过程当中 昨天礼拜五 昨天最慢你昨天看到 今天涨停板 这才是你一辈子的价值嘛 我很用心地讲 希望各位听得进去 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根据的 不要认为这就是高点 如果你认为高点这么简单 那谁会套牢 没有人会去套牢 如果这个地方就是高点 如果这个就是高点 谁会套牢 所以压回来 他就乖乖在这个地方 9335 9335今天又拉回来9500 拉回不多 个股的条件 自助 人助 天助 才会有贵人相助 你至少学会基本的方法 才知道怎么防身自负 前后关系我都跟大家报告到了 剩下的是做什么 怎么做 两分钟后我们再回来 我们做什么 您怎么做 待会见 爱山爱水 不必离开台北 内湖下地站 发现两大湖 1700平湖畔城堡 轻松价格 升级豪宅大户规格 每瓶38万起 金龙湖畔 两大湖 错过 不再有 26957778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 02 8101 065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词号 特理心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 8101 0600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 常宏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车线 02 8101 0600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三十五倍 有了额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胆友 嘴气贴 先用气贴 五分钟 大家好 整个行情简单结论 外资没有出嘛 各位每天都在看外资进出 外资没有出 所以我说 这个控盘的行为 它很长很远 它甚至于整个目标 直接指向2016 量缩 量缩跟结构有关系 昨天我谈过 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 谈这个部分 所以量缩代表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当中 结论是避免追高杀低 你不要随便追高杀低 不要认为追强势股就对了 用新的方法找到起点 找到起点 再配合纪律 保平安 整个进出的点 包括风险的控制 我都会帮大家 一并的考虑到 所以结论也很简单 从第一天压下来 拉回不多 整理非跌 多方可行 这是整理 这不是跌 所以多方还是可行 然后我们来看 整个操作的实物上 有些比较难的 我帮大家看 你只要注意 不管明天 有没有放台风假 明天就算有放台风假 我们仍然有值班人员 会为您服务 你要特别注意 在明天之后 电话打开 你的手机一定要开着 因为随时的机会 不要问我准备好了没有 是您准备好了没有 我随时可以准备 好的股票 只要那个条件符合 你就要去执行 这个是11674877 7月15号我们在谈 时机越来越成熟 7月16号第二根 我下个礼拜 就会把我们7月份 进出几档股票 在这个地方写给大家 小标股的系列 我会全部写出来 那不是小标股的部分 也许有些会公开 有些你只要知道 我们进出几档 这个叫做诚信 我到底买了几档股票 出了几档股票 7月16号 今天7月22号再涨停 可是这个涨停 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讲的是 你也不用一直去问 问我们线上的值班的助理 这个是什么股票 小标股6今天又涨停 怎么前面两根涨停了 现在又涨停 其实这个拉上来 根本不到1000万 这个地方我看得很清楚 700多万我就可以把它拉涨停 700多万拉涨停 所以这个涨停 不要说中压 很多人拿这种小股票 跟你讲中压 是没有逻辑的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700多万我就可以 把它拉涨停板锁起来 那你还说这种股票 可以中压 可以开放中压 真实单股 那你不是笑死人吗 700多万可能你就是叫一个人去买嘛 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嘛 要不然就全部都是你买的 我们再进行小标股7 印度的远端教学 远距教学的市场 这个市场我看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从昨天的集团股 大型的集团股到小型的集团股 这个也是集团股 那这个集团股 昨天你就要看到 昨天看到它的位置 很多股票 我们的股票条件都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的 这个条件你看好的 以后 它今天仍然是可以涨停板的 这是小标股7 可是这些股票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去换 你不知道怎么换 你不知道哪些股票该卖掉 哪些股票该要进 这个礼拜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各位不要认为说 今天又回到9500点了 这个整理的行情当中 一定是有些股票要出 有些股票要换 出跟换 在这个礼拜仍然是各位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你一定要会 如果你没有时间 不管是今天明天 建议您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做一个联系 因为这个礼拜的出 跟换的过程当中 也许它会影响你整个下半年 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 整个下半年 你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这个礼拜会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认为个股的结构 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谈 是这个地方在改变 那我前面讲过很多个股 不管是讲到什么小标股 123456 包括刚才你看到的7 包括之前你看过的7月17号 礼拜是你看到的MEMS MEMS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你把礼拜四的录影带 再调出来看 礼拜四 我是不是用电脑给大家看 6233的旺九 我说这个旺九 你注意看不要随便去追 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出掉 可是它今天就出了一个消息 跳空涨停 礼拜四 我是不是直接跟大家讲 这些小型股 包括MEMS 包括我跟大家公开的 每个月进出多少个股 进MEMS 就是6233的旺九 到昨天我还把旺九印出来 要跟我们会员朋友谈什么 要跟各位谈什么 报纸写的 报纸写的你自己看就好了 我没有兴趣看 可是我认为市场派在充量 它用融资 然后换给外资 不管怎么样 不够大气 你如果大气的话 这个消息是谁写的 也没有人讲 你去看报纸有没有写 说记者某某某 也没有 所以这种股票就 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赚大钱 因为你买不多啦 简单讲 接下来这一档 就是我昨天最后谈到的 你可以买很多了 你可以买500张 1000张的 这个就是真正大赚的 昨天最后你看到的这个点 它今天还涨 我好希望它压回来一点 压回来也好 上去也好 反正就是要加码 加码的股票 你要看得懂大股东的心 大股东的心 它不是乱想的 它不是要炒作 它是看得懂未来 下半年开始以后 大陆政策的一个改变 大陆政策从紧到松的过程当中 然后你再看 大陆29个城市 取消楼市限购 只做不说 只能做不能说 而且这个还在扩大 这个现象告诉我 取消楼市的限购 它过去的政策 它过去紧缩的政策 紧缩的政策开始改变 而这一档股票 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很多的房地产 这个就是理由 这个就是原因 配合技术面的条件 找到每一个起点 你可以500张 1000张的买 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跟我们现场的助理 做一个联系 明天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长红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传承车线02-8101-06文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痛》 请用5分钟 哈哈哈哈